沈星南未得到赤沙掌秘籍不惜将徒弟推下悬崖 未早日称霸武林他日夜苦练不眠不休 却不想经浪受阻无法发挥赤沙掌的全部威力 此时李不一被沈星南诬陷为内奸成了武林公敌 而他却带领五大高手光明正大来到了飞鱼山庄 李不一要求跟沈星南单独谈话 赤心铸城 杀石无形 李不一说出赤沙掌秘籍中的内容 沈星南心领神会同意单独私聊 李不一点出他练功受阻经脉不顺 是因为没有得到秘籍的最后一页 李不一声称夜梦色坠崖之前早有防范 已将秘籍最后一页交给他保管 李不一提出只要沈星南能还他清白 证明他不是天狱宫的内奸 再把歌书天约出来 两人合力解决这个大魔头 那他不仅不会拆穿沈星南 还会将最后一页秘籍奉上 两人一拍集合 随后沈星南当众替李不一澄清 还将歌书天秘密约在了小树林 李不一来了飞鱼山庄 为什么不杀他 因为其他掌门都觉得他是清白无辜的 怎么会这样 因为你气数已尽 命不久矣 歌书天当即明白 这是李不一拉拢沈星南想要以二对一 你以为沈庄主一定会帮你吗 此时沈星南的决定至关重要 他选择跟谁联手谁的赢面就大 只见李不一与沈星南同时抬手 歌书天也做好了迎战准备 随后沈星南对着歌书天轰出一场 反手又将李不一打到吐息 将这两人一起收拾了就是他的选人 你以为梦瑟真心毁你身边吗 他只是帮我拿秘笈 你以为我真心跟你合作吗 我是在利用你 李不一见他不打自招 又问起了更多他背叛白道的细节 沈星南此时得意至极 竟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到处 随后他威胁李不一 若不想死就交出秘笈最后一页 那页根本就不是什么秘笈 只不过是一页签字文 沈星南大怒当即就要杀了李不一 不想夜梦瑟宇一众白道七七现身 503大高手齐聚 竟然没有发觉周围藏了这么多人 果然扳倒坏人不靠证据全凭自保 此时五大高手齐聚 正是灭掉歌书天的最佳时机 不想关键时刻赖药而登场 是宝歌书天周全 就这样众人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 黑白两道的恩怨 也只能等到精硬大战再一一清算 可等众人回过神来 却见沈星南不见了踪影 李不一被白道如此误解还不计前嫌铲除内奸 众人十分敬佩推举他顶替最后一个参赛名罗 另一边歌书天此次遭到暗算非常愤怒 经过调查得知 是诸葛办理帮助叶梦瑟取得神号金灯 还跟李不一暗中来往 于是歌书天派遣赖药而做掉了诸葛办理 而最让歌书天心寒的是自己的女儿叶梦瑟 自叶梦瑟回到天狱宫后 歌书天对他有求必应 天狱宫上下对他也是万分恭敬 可即便这样 叶梦瑟还是站在了白道那边被刺清爹 所以歌书天要赖药而杀的第二个就是叶梦瑟 但在生死一线歌书天还是拦下了一线针 公主想取消任务 还想亲自动手 取消任务 赖药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救回燕业来 而他的执行力也让歌书天彻底放下戒心 歌书天授权赖药而统领黑道死士绝逐经营大战 李不一 你想阻止魔掌盗销 简直是妄想 感谢观看